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折旧率 其实就是如果你以国外的一些调查 跟台湾的市场反应 是不是真的它是一致的呢 小七我们来看这张表 我们来看这张表 这是美国的汽车网站所做出来的调查 调查的是美国当地的折旧率 不是台湾的 但是有参考的指标 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 有跟大家报告 这个Hybrid的折旧率 我们来看到2019年的时候 Hybrid的车款 在五年后的折旧率 大概是56.7% 但是在23年 就去年的时候 已经降低为37.4%了 其中大概差异两成 所以代表现在Hybrid的车 其实市场接受度很高 那我们再来看 其实不管是Hybrid 纯电车SUV Truck 卡车等等之类的 其实它的降低幅度都非常高 也就是说在美国车用 五年之后的折旧 其实现在比19年的时候好非常多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现在二手车很贵 所以前两年刚刚这个2000在分析的时候 就有带到了 为什么外汇车现在比较少做美加线 特别是美国线 因为美国买车现在很贵 以前进C300来 卖会有利润 是因为宾市在美国折旧很高 特别是那种开两年 开三年就要卖出来的 折旧率是非常高的 再加上当时美金比较便宜 所以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即便从美国买中古车进来 也比在台湾沽同样的车 成本低很多 所以就有价差出现 所以大家会进外汇车来卖 但是现在欧美 这个原因可能有疫情 有种种的原因 因为他们当时自己的中古车市 价格也一直在涨 他们也吸收 是 所以从这张表 我们就可以看到 overall整体的车市 19年跟23年比 它23年是只有38.8的折旧开5年 但是19年的时候 将近可以折一半 就是5年会折半 所以大家可以 因为我们说落地打8折 然后5年折一半 感觉好像就是行情是如此 但是在2023年 现在你开5年的车 折旧率平均是38.8%来说 他们觉得 highway选项 现在反而它的折旧看起来 是比较漂亮的 电动车相对来说 保值性就没那么高 那卡车折旧率 也算是相对比较保值 对不对 那这次美国 不知道在台湾2000 这个参考性 等一下我们请你来谈 好不好 但老爹 我们讲到说 好 现在如果都在拼 这种保值率的情况 这种情况之下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观察一下我自己的 model style 很保值对不对 算吗 没有 我觉得应该讲说 你看我们通常讲 因为以价格来讲 大概是接近双逼的入门 当初买的时候是214 现在 现在大概没有model 3的 它已经被称为好几年的电动神车了 前两年我承认 那时候就是还真的 可能因为新鲜 那那时候价格是维持真的很不错 但是小弟在去年10月还11月 那时候心血来 我来官网估一下 估一下自己的车 估一下 然后就是特斯拉官网 然后估出来 因为它你输入完之后 你填你的里程数车况描述一下 它大概过个几天 就给你有回报 当时给我的价格大概是124 当时当时 那我就说因为现在已经是2024了 那刚刚刚两千人还跟我讲说 他说Andy哥现在应该没有120几 好那我觉得啦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电动车 你看电动车里面现在 因为我们的油车的观念就是 卖得越好的品牌 理论上越保值 那相对来讲 以电动车来讲 我觉得就是特斯拉 但特斯拉我觉得想象中 好像没有应该讲就是没有想象中保值 其实我觉得是特斯拉的行销策略 一手主导了他自己的中股车市的价格 对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 因为他价格变来变去 你装不准啊 对他也不会警告你 他也不会预先通知 不会讲白点 就是拎北想跳就跳 拎北想这样就这样 那对这个 在做生意的中股车商这些朋友们 基本上他们一定会怕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我其实跟那个之前那个Marco Marco就是滴滴卡那个 我就跟他讨论过 他说有同年份 假设是同里程 然后同年份同里程同颜色 同样的车框同样车型 如果你是CCS2 你是这个叫我的那个叫TBC TBC跟CCS2 同里程条件都一样的话 大概会差个5到10% 我说哈这么多他说对 因为我想也没错啦 可是他们怎么可能同条件呢 他们是先后出的不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讲就是 有其实有同年份啊 我记得是2021吧 就是交接的那个时候 对你可能上一批船是TBC 但下一批船可能变CCS2 对那TBC因为现在 充电站的数量不会再增加了 那你只能到原厂特斯拉的超充去 你还要祈祷他不要把它换成CCS2 所以就是说以充电方便性来讲 因为我自己的车我可以讲 我确实在充电上 我就不能到其他的充电站 像爸爸哥就没有啊 用Power你不能去 当然啦我的TBC 你不能用转接 没有没有不行 快充不能用转接 对所以我就说 我能够充的就是只能回原厂 然后呢当然你 对所以我就说 这个与充电方便性来讲 确实也影响到他的一些中古车架 然后我刚刚其实要表达是什么呢 我如果当初用220万 去买一台兵式甲车3 因为同级房车 我们讲比如说3320好了 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搞不好 还有高于此时此刻 你看2019到现在 也不过是才刚进入第五年 双逼的车 我觉得五年 他来折半 约莫是一个概念 约莫是一个平均算法 但是你看到220除半的话 我觉得如果车况维持还不错 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有在120几 但刚2000讲 我的车可能只剩100出头 接近110 因为我是Performance 占了稍微一点优势 可以加个 他说可以加5万 我谢谢你 但是加10万 10万 有勤价 有勤加价 对那所以我就说 我就说这个电动车好像 没有我想要中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现在同样Model 3 你是CCS2规格的 你的保质性会相对好一点 会稍微好一点 对吧 对那当然因为我的里程数也偏多 因为四年多开了快10万公里 对正常行驶 所以就是给大家参考 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听 2000怎么收 好 地球王阶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道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速力效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球王阶线邀您一起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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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